安大略省将于明天开始实施首阶段市内公共场所出示接种疫苗证明政策 民众进入餐厅、酒吧、电影院和运动、健身场所时 都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另外安省上终于针对需检查顾客疫苗接种证明的商户 推出相关指引 不遵守该项检查规定的商户 以及提供虚假信息的消费者将被处以罚款 但商户、执法人员、警方和省政府都表示 在这项政策开始发挥作用之前 执法将是温和的 执法人员将主要在各场所宣导教育和检查 这其中的大部分责任将主要由商户的工作人员来承担 目前在加拿大不同企业和行业的疫苗政策处理方式不仅相同 一些雇主 比如加拿大航空公司和安省的一些医院 如果没有医疗豁免 就会选择终止或让未接种疫苗的员工修无薪假 教育机构 比如约克区教育局规定未接种疫苗的教职员 每周要做两次新冠检测 检测为阴性才可返校 而其他公司 比如加拿大的主要银行 则准许未接种疫苗的员工返回工作场所 但他们必须定期完成病毒测试 安省政府认为 所有工作场所都应继续实施各种安全措施 根据安省政府的工作场所指引 新冠病毒疫苗和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 疫苗并不能代替其他安全措施 根据安省政府的指引要点 沃泰华 河顿和渡闲区等地的公共卫生局 都向所在社区公布了工作场所 实施疫苗政策指引 各卫生局强调 这些措施都是建议 执行与否属自愿形式 不会在法律上强制执行 不过呼吁各企业落实这些措施 建立公司本身的疫苗政策 保护员工及顾客的安全 他们建议工作场所疫苗政策的要点应包括 要求员工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未能接种疫苗的员工 也应有合法的医疗证明 给需要接种疫苗的员工定下合理期限 要求不愿接种疫苗的员工 完成疫苗接种教育课程 并声明他们已经顺查和理解内容等等 安大略省将会在明天开始 实施首阶段室内公共场所 出示接种疫苗证明的政策 民众进入餐厅、酒吧、电影院 和运动健身场所时 都必须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另外安省上周已经对需要检测的 顾客疫苗接种证明的商户 推出相关的指引 不遵守该项检测规定的商户 以及提供虚假讯息的消费者 将会被处于罚款 但商户执法人员、警方和省政府都表示 在这一项政策开始发挥作用之前 执法将会是温和的 执法人员将主要在各场所宣传教育和检查 这个其中大部分责任 将主要由商户和工作人员来承担 目前加拿大不同的企业和行业的疫苗政策 处理方式不尽相同 一些雇主 比如加拿大航空公司和安省的一些医院 如果没有医疗豁免 就会选择中止或者令到 未接种疫苗的员工优无身家 教育机构 譬如约克教育局规定 未接种疫苗的教职员 每周需要做两次的新冠检测 检测为阴性才能返效 而其他公司 譬如加拿大主要的银行 则准许未接种疫苗的员工返回工作场所 但他们必须定期完成病毒检测 安省政府认为 所有公共场所都应当继续遵守 实施各种的安全措施 根据安省政府的工作场所指引 新冠疫苗病毒和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 疫苗并不能够代替其他的安全措施 根据安省政府的指引要点 阿泰华、河顿和道咸区等地的公共卫生局 都向所在的社区公布了 工作场所实施疫苗政策指引 各卫生局强调 这些措施都是建议 执行与否属于致远的形式 不会在法律上强加执行 不过呼吁各企业落实这些措施 建立公司本身的疫苗政策 保护员工及顾客的安全 他们建议工作场所的疫苗政策要点应该包括 要求员工提供疫苗接种的证明 未能接种疫苗的员工 也应有合法的医疗证明 被需要接种疫苗的员工签订合作期限 要求不愿意接种疫苗的员工 完成疫苗接种的教育科证 并声明他们已经审查和理解内容